社团法人中华新联新公益协会为回馈社会并且关怀弱势家庭 8号是由台东主任黄正副代表协会理事长陈昭荣 捐赠了5000公斤百米给华莲施工所 要透过施工所的社福平台将物资转赠给其他的社福单位 市长魏嘉贤也很感谢协会能够扬善受暖 也肯定了陈昭荣他回馈乡里的接棒传来 社团法人中华新联新公益协会台东主任黄正副 他是知名艺人陈昭荣的舅舅 9月8号特地送米到华莲施工所 希望可以通过施工所的平台把米送给弱势家庭 我们大部分在华东两区 两区做的量多 现在搬到宜兰了 宜兰也做的蛮多的 我们主要的是低收入户 这个贫困家庭 我们在帮助一些贫困的家庭 生活的需求 你有的东西是比较不实用的 这个米大家都三餐要吃的 所以我们就用这个三餐 大家用得到的 人家也比较记得 市长魏嘉贤感谢新联新公益协会的善举 也肯定陈昭荣接手公益协会继续扬善传爱 那首先我们要谢谢新联新公益协会 今天到了花莲来做爱心 然后爱花莲 那也真的谢谢我们陈昭荣理事长 在过去他的父亲也长期以来对花莲的公益不予以利 那今天也特别谢谢陈昭荣理事长也特别请他的舅舅来花莲来做相关的一个公益活动 那总共捐了5000斤的白米 那我们今天也联系了相关的社福团体 那也希望透过社福团体的力量能够关怀更多的一个弱势的家庭 那在于公所的部分 我们在上半年度确实有受到很多社福团体 在物资跟资金的部分短缺的一个情况 那由于上半年度的疫情非常非常严重 所以造成很多的企业 在国际社会上很多企业跟观光产业受到很大的一个冲击 所以在募款方面都非常非常的不容易 那今天看到我们新联新公益协会的所有的李坚师跟会员来到花莲这里 那做的这些公益 我相信这些也挹注了非常大的一个力量 给这些社福团体能够继续协助这些需要关怀的家庭跟个案 中华新联新公益协会捐赠了5000公斤白米 透过施工所的平台要展赠给华山基金会 花莲家福中心 台湾世界展望会 基督教借菜总会 花莲县身心障碍协会 花莲县自闭症协会 以及花莲县脊髓福利协进会等八个社福单位 谢谢新年新公益协会 做公益 爱花莲 协理会欢迎市报道